实际上现在这个台海发生的态势 就是明显的印证了那两句话 第一话外联靠不住 第二台独是绝路 为什么外联靠不住 我们姑且不看现在世界上发 各地发生的美军抛弃他所谓的 这样一个盟友和伙伴的这样一个案例 非常之多 在进一步的看到说 美国现在正在为将来 一旦台海发生战事抛弃台湾做准备 第二个台独是绝路 当然在这一次应对所谓的台海局势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蔡英文办公室 特地发了一张照片 他们有六个人坐在那儿 似乎是在讨论目前的台海局势 可是大家有名的一下就看出来 现在这六个人都是什么人 军方的人没有参加 安全部没有参加了 这一张照片本身是想来作秀说 让台湾统立民众来安心 目前的形势是可控的 可是这个照片发出来之后 大家是反而更担心的说 现在台湾岛内所谓的 维护台湾安全的最重要的力量 台军一个人都没在里面 那这样的决策是能够有效的吗 毫无疑问是一个做出来的 很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这样一个决策 所以台独不仅是从高的层面 说台独意味着战争 那战争对台湾岛内民众的伤害是最大的 同时从技术层面 目前的岛内的执政团队 也没有完全没有把岛内民众的安全放在心上